观众朋友欢迎您回来光严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非常大家有兴趣 也很想要知道的 有关于评价医疗法案和健康保险交易市场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邓福珍教授和林立婷小姐 来到我们当中他们都是光严社的义工 来跟我们再谈 刚刚在前面我们讲的很多的资讯 那都是关于比较是个人方面的 但是因为在我们的华人社区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small business owner 就是说自己有比较小型的这个公司 那在这个法案上面给这个小型的雇主 在健康保险方面有很多的优惠 可不可以请你们稍微跟我们谈一下 对 没错 政府的这个法案除了针对个人之外 同时也针对所谓的small business 就是小型企业的雇主提供一个健康保险的选项 那因为在过去这些小型企业可能就是在资源上 是比较没有能力来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的 所以政府从现在这个健康保险交易市场呢 就提供了政府提供了这些小型企业雇主一个新的选择 那首先我们先谈谈小型企业的定义 就是2015年这个小型企业雇主的定义是 只要你的公司里面的员工是少于50个全职员工的话 那你就符合透过这个保险交易市场购买shop的这个健康保险的资格 那同时呢政府为了鼓励你的小型企业 可以替你的员工购买这健康保险 所以呢如果你是少于你有25个以下的全职员工 那你的平均工资是不超过5万元以下的公司呢 政府会提供给你一个所谓的税务优惠 就是如果你帮你的员工买保险的话 那政府呢会在你的税务上补助你 那他这个我们可以看下一个pawpoint的下一个换天片 对我们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如果这个雇主提供你的全职员工保险 并且负担着50%以上的保费的话呢 政府可以给你的补贴 可以高达你的保费的 你所支付保费的50% 或者是免税机构的话 他可以补贴你付给员工保费的35% 那当然重点就是 你必须要透过这个健康保险交易市场购买 替你的员工购买保险计划 才能够享有这样子的税务优惠 也另外就是说 他就是不能够去跟那个个别的保险公司 一定要在这个交易市场买 才有这样的补助 对好像今年2011 去年好像好像可以 但是今年2015年好像就是规定 一定要在交易市场 当然就是说 你如果说在外面的私人保险经纪人帮你买 只要在交易市场买也可以 但是他就是自己不能直接跟那个 就像你刚刚讲的保险公司买 就不行 就不能享受这些税务运用会 我想刚刚补充的一点就是说 那个所谓50个全职员工 在政府的定义上是 全职员工是30个小时以上就算全职员工 不是说40 不是40 而且全职员工怎么算呢 你如果说有两个半职的加起来也是属于全职的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说你说好 我就我有200个半职的人员 那在都是20个小时 那加起来就是什么 超过100个全职的人员 对 就你不能说我全部都是半职的 所以我没有一个人是全职的 所以我就不需要 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这样子 他是说以加起来算 你30个小时就算一个全职员工 然后同时有些人 我相信有观众朋友 大家有些人会有这种问题 就说我是自己自己小型雇主 可是我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对 你也不能再加那个shop 你就要跟前面讲的 那种个人的交易市场 好像亲戚也不行 对 就是说你自己 要夫妇二人 好像我记得 就得以透过individual 就是个人的保险交易 我觉得也不行 就是你家族的 我印象中是不行 但是我想你们可以打电话来 我们到时候 我们这礼拜六会有这个演讲 我到时候再确认一下 但是我印象中 你如果是家族的 就像这样夫妇两个经营这个小店 你不能用这个shop 你不能在这个小型雇主这方面买 但是你可以参加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个人的 个人跟家庭的交易市场 可以吗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政府会在 就鼓励这方面 而是就是 那就是说给你一些在税务上面 还有一些帮忙支付这个保费 对 他的用意也真的就是想 希望这些小型雇主们 也能够为他们的员工提供一些福利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小型雇主他要享受这个税务运会 他必须有70%的他的员工 全职员工都要参加这个保险 OK 就是他里头员工中100个人的话 就70%的人要参加 好 但是有一个特例 如果你是在11月15号到12月15号之前买的话 小型雇主们注意 你如果在这个第一个月买的话 这个70%的那个参加率的话就不受限制了 政府好像要鼓励大家赶快去买 所以你如果说 因为还有要求你说你 你如果要享受这个的话 你必须70%你的员工都要参加 你买你这个参加的那个保险方案 但是呢 你如果在12月15号之前买 把你公司员工弄的话 这个70%就不受限制了 对不对 我记得是这样子 因为有一些可能你的员工 他的配偶是有健康保险 所以他们会加在他的配偶的上面 所以他就不买 假如如果说你的那个 这家公司这个小型雇主 他有很多的员工 通通都是跟着他的配偶的保险的话 可能你就他就到不了 对 所以如果他 但是他如果在12月15号以前买 这就不受限制 他公司50个人 如果有30个人 通通都是这个没有参加 他也是可以过来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享受这个 主要是享受这个税务 税务优惠 对 所以我想就是政府 我觉得政府的目的 真的是要鼓励大家 也其实蛮用心的 用心良苦我觉得 我觉得是用心良苦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 大家还在 还是不是很高兴 我其实我就可以分享一个 我觉得像去年 我就知道说 大家都觉得说 我平常身体很好 你更不需要这个健康保险 我们就亲自碰到两个人 去年买了保险 后来得了癌症 他非常感激 他就很高兴 还好买了这个保险 平常因为之前 他们也不觉得说 他会生病 所以他们唯一 就是他们也买了一个 比较就是说 低保费的那种 但是至少他有地方看 去治疗 他有地方去 然后他只要付了 他的致付额 Deductible以后 现在所有的费用 都是保险公司在费 所以他们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 他们买到的保险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说朋友们 大家如果你的 你可以来了解一下 如果你现在没有保险 因为这个法案 这个交易市场 真的政府想帮助这一批人 那你说真的是 也不要听信外面 你的朋友怎么说 好像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因为我觉得现在外头 有很多的误解 那你就可以打个电话 到光源社 或者是说 我相信很多保险经纪人 他们也很懂 因为他们也经过训练 你可以打个电话 给保险经纪人 那多问几家 我觉得或比三家 不吃亏嘛 你可以多比几家几家 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样对你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帮助 因为真的 就像我自己 我也不晓得 我在42岁的时候 会得癌症 你倒是现在跟我讲 我还是不相信 但是我真的是得了癌症的 而且很感谢 我当时时有保险 要不然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叫人才两空 这个叫人才两空 因为这个癌症治疗起来 这个费用相当相当的庞大 那我想就是说 也跟观众朋友讲 这个光源社呢 这一方面的服务呢 都是不收费用的 那然后我也知道 好像最近光源社的 很多的义工 还有通通都去 受了这一方面的训练 是不是 所以大概是几天的训练 然后出来以后 会怎么样可以帮助 这个就是那个 也是政府用心良苦 政府希望说 在社区里头有一批人 是非盈利组织的 那希望这一批人 他专门去帮助 有需要的人提供 跟交易市场有关的资讯 或帮他们上网注册 他希望这一批人 就不受任何的利益的冲突 我不是说所有保险经纪人 他们一定有利益冲突 但是我就说 我们是一个比较公正的 那为了确认我们这一批人 真的是很公正 而且懂 懂这个 因为真的是那个 也蛮复杂的 蛮复杂的 那个美国的健保系统 我现在不止美国 我像台湾 到处都是很复杂的 所以我们都要上网 参加这个训练 那有联邦的训练 将近20小时 讲是20小时 我自己弄了 就超过30个小时 然后还有州政府的 因为有些法律条 我们都要清楚 所以还有州政府的 一些上网训练 还有考试 那所以过去几个月 我们办公室都 大家都 都去接受这个训练 上课要在网上 然后考试 对 就总共大家花了 他上面讲是 那个州政府的 也是20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 看英文实在是很辛苦 年纪大了 一直在网上看 我觉得我花了差不多 五六十个小时 我们这还是社会系的教授 他这个健康保安保险 他真正因为很复杂 有一些的用语 可能都需要花点时间 所以我们也就在这边 向观众朋友们推荐 可以来到光源社 或者是打这个光源社的电话 713-988-4724 那然后你有任何 有关于这个评价保险的 我相信光源社呢 是可以有一个非常公正 这个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 一个立场 来帮你做一些讲解 然后之后我觉得更好的 就是可以能够帮助你上网 填这些表格 因为我觉得填这些表格 都是非常繁琐的 如果说万一有一个地方 出错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很多 我想去年那个力婷做了很多 他应该可以分享一下 他的经验 因为他帮了很多人去年 他在办公室帮了很多人 对 因为政府的用意是 当然你要申请政府的福利 他就必须要很详细 很确实地去验证 你的每一项资料 所以他问的问题 就是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有很多人说 你申请一个保险 可能比你申请一个绿卡 还要麻烦 对 你填的表 可能就是问题洋洋洒洒洒 就是十几页 那从你的非常非常细的 就是个人身份的验证 一直到你收入的验证 他都会非常详细地要去查核 对 但当然就是避免有这些 就是作假的 对 对 对 作假 那他也会需要你提供佐证的文件 所以不是你自己说一说 就是我的收入是多少钱 你就好 没有 你必须要提供你的收入的资料 那你甚至还必须要把你这些资料 都送给政府 你可能是寄过去 或者是把你的资料上传到网路上 让他们去查核 对 我觉得麻烦的部分就在于这里 对 因为任何的申请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确保这些都是正确的 都是诚实的 没错 然后也需要一些的证明 来支持你所填的这些 没错 这些资料都是很必要的 对 我再补充一下 那个事实上今年大家 他都鼓励大家 最好是走往上去申请 你是可以记 你可以填 填完记 但是那个反应非常慢 所以你如果要效果最快的话 那如果说你的资料都齐的话 那你那个 尤其是说你的报税的资料 如果跟IIS都连线 因为它这个系统是只能跟IIS 跟你的移民 我想跟那个什么 你的Credit Bureau 你的叫什么 信用 信用局 信用局也连线 然后还有跟你的那个移民局那边也连线 所以它是整个一个 他们叫一个Hub 一个大的什么 资讯中心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人的资讯 全部都正确的话 全部电脑马上就符合了 那你就很快的一关就过去了 那搞不好30分钟 一个小时就做出来 那你如果说中间有一个东西 就怕找不到你了 找不到你这个人了 那电脑上 我们心里就常碰到这种状态 就是电脑上没有这个人了 没有这个人就卡在那里 那卡在那就很麻烦了 就是要记资料了 那就比较麻烦 好的 好 我们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这么多的资讯 那当然这个非常复杂的方案 还是有很多的资讯不明白 那就麻烦你打电话 给光研社713-988-4724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 现在就接近尾声 马上要结束 我们节目是在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 每个月的第 就是说有两次的时间 是在七点半中到八点半 与您在这个55.5跟您见面 我们非常谢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愿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二位来到我们这边 那我们就是在下一次 也就是11月18号 我们再见面 谢谢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